大家好,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我想ESG是近一几年环球投资的大趋势 很多企业亦都要相应将ESG元素放入本身的业务里面 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身边请来嘉利文楼的CFOAlice跟我聊天 Hello,Alice,你好 Debbie,你好 我们提到就是,经常都是ESG,ESG 不过ESG,说真的不是一些新鲜的事 过去好几年都不停地发出很多消息 不知是否过去一两年,不同的国家 开始为ESG这个主题定立一些炭中和的目标之后 好像就越来越多人去发掘相关的题材 其实我想问我,嘉利文楼在拥抱ESG这个大趋势的时候 其实会怎样看这个潮流呢? 其实ESG都说了很多年 正如Debbie你刚才说了 因为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所谓的团体去推动这件事 所以是变得更加高调的 其实主要来说,包括有几方面 例如政府的推动 COP26刚刚结束了 一直都在说这个ESG要做些事情 我们中国已经说要在2060年之前 就要世线炭中和,香港就成立了2050 在公司、企业方面 其实在我们公司 也有几方面会有一个大洞 令到我们都要跟随这个ESG的潮流 譬如我们很久之前没有ESG 我们已经知道对社会的一个责任是很重要的 当时当然没有分得那么清楚 哪个是E、哪个是S、哪个是G 现在就分得很清楚 在客户方面呢 特别是我们做一些国际客户 就更加需要了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说 我给你一份合约 你首先要填了 究竟你ESG是否够分 如果不够分 基本上不可以做他们的供应商 这方面也会推动到ESG一定要发展 另外在投资者那里也是 我们作为上市公司 很多时候都会面对各类不同类型的基金 现在基金也开始有了 如果你不达到一些ESG的标准 某些基金 是直接不可以去投入你的公司 因为基金现在很多都行价值投资 即他们里面应该有些 compliance 或者各样的东西 是需要跟着那里走的 如果ESG元素不够高的公司 其实他们会避免投资 没错 而且现在都非常认真的 现在疫情可能会阻滞了一些淡房 在疫情之前 其实我们遇过很多个大型的世界基金 是要做审访的 他们会来到看看 你说的东西是否真的 是真的 你说的 是否真的 那我们就不断去做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就开始不断去做 其实是由很小很小的东西开始 比如说去到小到是 我们发给每一个员工 一套可以重用的餐具 是 等他们去吃饭的时候 用自己的餐具 去到这么小的东西 都要管 是 去到大型的 譬如我们现在讲的 等等 或者我们可以详细跟你分享的 一些ESG的三年计划 是由很小做到很大型都有的 我之前其实都开始有听过 有很多公司开始奉行ESG 就觉得 在投资界的眼中 可能那个股值 会拉得好一点 是不是 在企业的角度 会不会有这个考虑 我又不觉得是直接有关系 因为其实我们觉得 现在公司是做一些 我们认为对的事情 有时候大家都会见到 现今的股票市场 有时候去看股票的价值 不是只看一方面的 以前我们只是说盈利 今天有盈利的公司 股价是否也做得好 没有盈利的公司 又未必股价做得不好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 比较看得比较长期 可能每一个人去称 每间公司的价值 都有不同的perspective去看 对的 不过我看譬如ESG这个趋势 其实环球的不同的公司 已经开始拥抱 譬如我自己有留意很多 譬如香港企业业绩也好 美国公司业绩也好 刚刚原来那个财贵 有60%以上标普500公司 其实都已经在他们的财务报表 和和分析员去分享会议的时候 又提到ESG的概念 要加入他们的业务里面 但譬如在加利物流 整个route team 或者整个role map里面 其实何时开始发觉 真的有这个迫切性 真的要做 如何融入你们的业务的时候 觉得你们真的可以帮忙 带动和影响到这个 正如刚才所说 其实加利集团在很多年前 没有一个这么专业的ESG 需要的时候 我们已经去做不同类型的ESG工作 但是当时我可以这样说 是不会很整体的去做一件事 今天有了一个联交所的要求 有了世界的标准 所以对我来说 我们可以更均匀去做这件事 所以在2020年 我们已经开始奠定了一个 所谓的迫向ESG的基础 我们都在2021年 即今年的7月份 我们公布了一个所谓的 vision statement 是我们的加利物流联网的一个 一个愿景 我们承诺配合香港政府 我们配合2050年 我们的业务和供应链 都会做到正零碳的效果 另外我们也都 刚才我说 香港的部分 因为加利物流 是以香港为基地 但是我们的业务 是涵盖58个国家的地区 所以我们都签了一份 叫做UNGC 我们稍后会讲到很多这些简称 联合国的 是 联合国的 其实这些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 它里面有10个主要的普遍接受的原则 包括劳工 环境 或者是反贪腐的东西 我们就会跟随着它 在下面还有另外一个叫SDG 在下面叫做 叫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叫做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里面有十几个目标 很坦白来说 有什么可能 一次过做不完 所以我们按步走班 现在我们就选择 希望逐步逐步来 三四个目标 就开始慢慢去做 其实不同公司 都会 开头 不知道会不会觉得很混乱 因为实在那些目标 指标实在太多了 你都不知道按自己的业务 其实如何去把这些可持续的指标 加入自己的业务 并且最重要是定项目标 哪些比较重要 哪些比较重要 在你们的角度 开始是如何去筛选 以及如何摆取重要性 Debbie 问得相当好 其实哪些东西重要 哪些东西不重要 我们的看法不是自己说的 我们应该是指定的 谁是stakeholder 一阵我大把告诉你 很多stakeholder 但是大概的方向就是说 不是我们去决定哪些东西先做 是我们问我们的持份者 哪些你会觉得更重要 因为每一个行业都不同 譬如好像我们物流行业 其实是什么来的 其实你看到货仓里面兑满了货 货不是我们的 我们其实没有货 是 我们主要是人 很多时候 我们问stakeholder 他们就说 人重要 这件事 你是要去定的 人在工作环境上面 工作环境也重要 所以这些目标 我们是会很重要的 所以在我们在定立 我们的三年目标 我们2020年开始 讲这个三年计划的时候 我们除了定立 说 不要说得那么空泛 希望明年可以做到一些 比较 一些science-based的target 有得计算的 对 因为我们做会计的 会计的嘛 所以看一条线能不能够 没有数字 不懂得说的 我们有那些东西 另外呢 就会说 有些具体行动 所以我们定立了一些 所谓可持续发展之处 就包括 大家在图上 现在看到的 有人才 环境 商业道德 社区 供应链 客户 这几件事 在我们做ESU的时候 我们希望就是说 每一个范畴都尽量 找一些可以 评估的方式去做 例如 我们的 人才 那才算 那我们有些ISO的standard 有个42001 我们叫做 另外 在环境里面 我们希望做一些 比较另类一点的东西 其实应该是几年前 我们公司已经在用一些 制冷设施 因为我们有很多冷房 制冷设施 是已经用一些 新的天然 雪种 去代替了传统的雪种 所以 做出来的 减排 没错 是有更好的效果 譬如 你刚才也一直说 我都明白 譬如在物流上面 你们本身 只是单日计 你们的员工 应该都超过4万人 然后 你们服务的是 全球不同的人 譬如在人才方面 ESG的融入等等 其实你们可想而知 是这个最注重 你们暂时 由2020年开始远景 摆最重的 就是这部分 没错 因为刚才我说了 一间物流公司 其实我们提供的不是产品 我们的产品 其实是服务 而这些服务 是由人带出来的 所以在developed的人才 我们在ESG里面 就做了很多东西 而且我们也要教育 因为我都会退下来 因为一批人上来的时候 他们也知道 这件事是要继续 持续发展下去的 厉害是一个 Young Executive Academy 这样的 没错 就是推年轻人上去 是的 我们自己本身 都会做一些教育 希望将年轻人 在这方面更加注重 不过现在年轻人去接受 这件事都很容易接受 是的 是可以的 COVID之後 会不会在这方面做 再做多了 亦都推动你们做得快些 两方面 COVID 如果你有COVID 因为COVID的期间 其实我们要注重的 不单止是同事 在所谓的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或者一些共用的环境 例如不同的性别 不同的宗教的趋向 因为我们有几十个国家 是的 就算你去我们香港总部 一层楼里面 我想有起码有二十个国家的人 是吧 但是在COVID期间 我们反而将一些 priority 就rearrange 譬如我们说 安全是最重要的 如何去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给同事上班 因为我们的特色是和一般的文职很不同的 我们不能work from home 是的 经常都要见面 你碰到那件货 你怎能work from home 是吧 不能遥控去碰到那件货 是吧 去做货的时候 有很多人会在一起 所以在这些情况之下 公司就要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环境 给他们做 譬如我们有足够的防疫措施 防疫装备 或者是疫情最严峻的期间 我们有A B Team的arrangement 那这些都是希望 很大的挑战 我坦白地和各位观众说 因为我们涵盖的国家比较多 有些国家在当地的资源问题 是做不到的 所以你说 我们成四万人 那全球有没有人 我们不幸染病呢 有的 也有两位同事不幸过身 包括印度和马来西亚 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在有限的资源下 我们尽量做 我们不可能说百分百是完美的 明白的 但我想听一些 遇到的困难那类的东西 就是 像你说的 全球这么多地方 每一个地方 他们的制度都不同 他们人的文化不同 他们本身一生出来 对卫生的看法都可以不同 也有很多东西 例如你们的一些设备 都不是完全你们的 也很难完全由你们去控制 如何去推进ESG 就是在整个推进的过程 其实 可否分享多些困难的经历 给大家参考一下 是的 这些 其实是一个最特别的 我们所谓的 我们是一个 所谓的 所谓的 service provider 我们是没有 没有飞机 没有船 是不是 所有东西 如果你要去ESG 做到某个水平的话 不是单靠我们做好的 譬如我说 我要 希望用一些 低碳的燃油 去 用 运送我的货物 我们自己的车队 可以控制到 船公司我控制不了 是的 你不能逼他 不能逼他 全球只有那几间船公司 明白 航空公司 更加是 更加搞不了 这些 所以 我经常都说 ESG 是要全球一起去做的 另外就是 刚才Debbie 你也说过 各地的资源不一样 各地对ESG的水平也不一样 我很记得 我去印度的初期 初初和我的同事去接触 我们卫生的标准的时候 我们展示我们的卫生标准的时候 所有的印度同志是笑我们的 为什么 他说 其实不是我们不干净 不是我们不卫生 是你们太干净 失去了免疫能力 是的 对的 所以这件事真的很难够 是的 很多人去过等度 香港人就完全明白了 是的 我们希望 好像我刚才所说 我们是有一个中央的一个目标 希望各同事或者各地区 一起去配合 嗯 其实在你们公司的架构里面 如何去分配 又或者是 认真程度的迫切性 如何去 吻合整个时间表 因为各间公司都会说 我真的要走ESG 但是 每个人都会 好像一开始是说 这样 然后当你慢慢做的时候 现在真的越来越认真了 因为很多不同地方 都已经有guidline 然后你真的 去到那个階段 你才会入到那些指数 各样的事情 其实你们现在和几年前相比 是不是架构分得再精细了 甚至有很多很多目标 去困住自己 一定要去达到那个目标 我们又不是很贪心 困住很多目标 但是去推动这件事 这件事 一定不可以由下而上 一定要由上而下 我觉得做这件事 就等于刚才我们开头谈的 你没有世界性的组织去推动 国家政府的推动 这些是做不到的 在一个企业的层面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是由董事会的推动 一路推下来 因为它要给资源我们 给权力我们去做 所以在我们公司的交构里面 在董事会下面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 风险管理小组 有audit committee 即是我们的审核及合规委员会 还有一些环境 社会及管治工作的小组 大家一起合在一起做 而这件事 这些小组 亦都给董事会 赋予了一定的权力 去叫世界各地去配合 当然了 董事会也批准了一定的预算 我们要找监管去帮忙 有些设备要安装 这些都是要钱的 那我们都会放下去做的 那这么多组织 大家都知道 他们一定要看着指标去做事 对不对 那投资者也是一样的 加利物楼定立了很多的目标 要走ESG 那究竟这么多年来 即是达致到什么成效 有时都要量化的 那譬如郑先生 你自己计算很聪明 怎样去计算 究竟怎样投入和出来成正比 然后亦都给到什么 的职下的数字 大家看 你们这么多年来 是不是真的交到功课 嗯 非常好的 一个问题 不过很难答的 很难答 其实应该是分开两个层面的 首先你要令到投资 不过很难的投资者 令到持份者 先懂得看 那懂得看的时候 那怎样看呢 你说你绿色一点 我说我绿色一点 那就没得看 对不对 那这些是很主观性的 所以在我们的报告里面 我们现在已经加入了一些 国际认可的标准 我们在用的叫做GRI标准 那我们也参与一些所谓的CDP计划 那他们叫做炭披露计划 叫做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这些就是 去给一些数字出来 告诉大家 这个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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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但是这些数字 可以很有意思 也可以是没有意思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这些数字 一定是要有比较 比较是从两方面来说的 比较比较 比如说我和我的收入 是不是有一个对比例 我和我请了的人 是不是有一个对比例 那这些是要去看的 另外第二件事 最重要的是 就是要比较 我很高 什么叫我很高 对不对 和谁比较高 我和姚明比 没得比 所以现在 暂时我看到的是什么 行业上的比较 需要一些时间 所谓叫做 大家都用同样的标准 那就去比较了 哦 原来你增长一元的收入 你就在碳排放里面 你就做多了多少 而增值的百分比是低于多少 比较起同行 你又高了还是低了 那这些才是有意思的 暂时呢 所以我去回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 为什么一些东西 又可以是是 又可以说不是 因为 我们大家都在一个起步的过程 可以这么说 也对的 譬如很多投资者都会觉得 现在讲ESG 譬如很多不同的评级 其实都有很多个 究竟看谁呢 困住公司的ESG的标准 都有很多个不同的标准 究竟我们应该追踪谁呢 所以可能 郑先生所说的 还在建立的生态圈 希望未来再统一化的时候 就更加好 不过 投资者都会肯定有一个问题 就是 你们公司 经常都说ESG 投入的成本和资源都更多 那会不会牺牲了盈利 其实 我拿着你的股票 应该是开心 还是不开心的 你怎么看 ESG和盈利的关系 其实你说去投入一个ESG的项目 在短期不会影响盈利 我觉得一定是不会的 一定是会影响短期盈利 因为很多东西投入 你是要等回报回来的 譬如说 很简单 最基本 最基本 我希望用一些再生能源 我希望装一些太阳能板 或者我将公司的所有的灯具 换做一些比较省电的设备 这些是需要钱的 当然 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令到这些东西的成本会很低 譬如说 有些公司开始推出 就是说 我帮你安装不用钱的 但是你省到的电 和我对分就可以了 那这些是有些方法的 亦都呢 有些政府 就会有一些资助的计划 但是怎样都要 公司都要摁取袋的 没理由不摁取袋的 那这件事情 就看大家 怎样看这件事 究竟我看一间公司的前景的时候 我是看它三个月 六个月 还是两年 还是三年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如果没有一个ESG的推动 根本 那些客户不会来找你 根本政府不会继续去帮你 那你这间公司自然就不行了 明白 那这件事我们觉得 作为一间企业 我们根本因为责任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所谓的 可能一些外在的力量去推 我们自己内在都觉得 公司赚了钱 是否应该都拔一些出来 去与社会 也是的 那我就会看长一点 我们不看两年三年五年 我们看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 那你们公司在ESG的领域有什么远景呢 五十年后 应该我都在另外一个位置看的 不过我自己都觉得 公司一直以来都希望 这件事会继续持续下去 而我也多次强调 加利集团在未有ESG之前 我们已经不断希望 世界更加美好更加优化 譬如在所谓的国事集团里面 他们基本上有一个所谓的unit 我们不是叫business unit 只是一个unit 它叫Cross Foundation 国事基金 它只是教人做ESG 譬如他们会去到一些偏远的地区 教人如何去找水源 教人如何去种植 因为加利本身是以种植起家 那这些就是再生的东西 那我们觉得这件事 不是讲十年二十年 或者五十年之后 会有什么变化 这个是我们一路会做下去的一个远景 而我们觉得都是应该做的事 嗯 好了 那我也希望 几十年之后继续看到 这个概念继续壮大 兼且可以背困社会 今天多谢大家 我想补充多一句 因为刚才你问我这件事 我觉得有一句声音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讲的 好 就是刚才你说的五十年的远景 其实我们的远景最想就是 ESG is ESG 嗯 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ESG is every stakeholder's goal 是每一个stakeholder的一个目标 因为不是一起做 没得做 没得做 希望大家都一起进步 没错 好 今天谢谢你 非常开心跟你聊天 有空又再上来了 好 谢谢Debbie 好 那我们节目差不多了 下次再见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